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熊荣江 保龄茶室食物中毒案 目前累积到31例 有两人死亡 五人在家户病房救治 其中四人的肝脏损害严重 有两位是考虑换肝 那目前检验相关的酱料配料 总共有35项都没有验出米酵菌酸 主要还是龟严调出问题 那这就让人好奇了 保龄餐厅是如何保存食物的 为何唯独保龄会出状况呢 那事实上在柯文哲市长任内 保龄就被民众检举环境脏乱 当时去鸡查是列为合格 那到了蒋湾上任 则是没有鸡查记录 不过蒋湾前天说 卫生局有回报有状况 然后有到保龄的其他分店鸡查 那到底是查了什么呢 为什么发生这么严重的食安事件呢 另外台之光的弊案 柯文哲连日来呢 气扑扑地说他是吹哨者 怎么反而在检讨他呢 但是绿营议员拿出内签 三妹的传输费 就是柯文哲核定的 那既然柯文哲自认吹哨 又怀疑有弊案 但廉政会议又不立案调查 又说忍了八年 怎么听都前后矛盾 那柯文哲前天说 现在有弊案请蒋市府把合约解除掉 做一遍给大家看 看你过程要面对多少问题 还说为什么我要每天回应这些 相同题目连续一个礼拜 那对呀 柯文哲忘了自己当了八年市长吗 还有罢免谢国良 这连署累积到9800多份 4月初就要送中选会了 谢国良考虑要加送什么东西吗 以及蓝白国会扩权法案今天排审 绿营要怎么反制 那国民党立委罗明才 竟然是毫不避讳的邀约 受限公司老板吃饭 到底要做什么呢 今天愚人节 蛮久前往中国 马锡二会要谈些什么呢 最近局势发展 现在节目中都有深入的分析 先叫来宾 首先是民进党台北市议员 简淑培 中江哥好 大家好 好 再是桃园市议员 于北陈将军 中江好 大家好 资讯媒体员吴国栋 中江贺台好 好 还有在国民党 桃园市议员黄金平 中江大家平安 财经众员徐清皇 中江好 大家好 好 还有资讯媒体 邱明玉 中江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关心 保龄食物中毒案的最新发展 食物中毒风暴 照获元凶到底是谁 目前还不明朗 卫福部次展王毕胜 最新脸书证实 3月26号 鸡茶带回的果条 香兰叶 再来米粉 酱油 老抽和分装豆芽菜等等 共35件食材剪体 通通没剪出米酵菌酸 也让案情似乎陷入胶着 但现场环境裁剪 持续在做 尤其当初保龄茶室患者 吃的那一批食材 已经找不到了 台北市似乎是不断的爆发 食物中毒案 因为今天又传出 最新的有四个人 到连锁的寿司店去用餐 结果出现 恶心 呕吐 红疹 这些症状了 我们待会持续都会加入讨论 那只是说现在要 比较关心的是 保龄茶室到底是 哪个环节出问题呢 那目前已经累积到31例 其中是两例死亡 有五例是重症 其中是有四人 他们的肝脏是严重受损 那我们看到卫福部 这个部长薛润有说 已有14例 减出米酵菌酸 那3月26日 现场查扣的这些食材跟调料 是没有验出米酵菌酸 那另外的卫福部次长 王必胜 他有说呢 这个到场查验的时候 店内的硅压鸟 是23号进货 那患者用餐 多是集中在24号寒之前 那推断前一批的硅压鸟 出问题 先讲明语 现在所了解了 大家可能民众会人心惶惶 现在可能大家都不敢去吃硅压鸟了 那现在重点还是在于 这硅压鸟 其他的这些配料 酱料 有没有可能出现 这个严重的这个中毒状况 保龄事件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31例了 那除了二死之外 另外有五名的这个患者 还在加护病房 甚至已经传出说 有两名是要患肝 那对于这些家属来讲 哇 你只是吃一个硅压鸟 就没想到 已经到了这个不但丧命 那甚至 这个活下来的人 还有两个都要患肝 所以刚主持人就讲说 会不会人心惶惶 确实会 最近我周遭有些朋友 像昨天我访问这个张伟源 他还讲说 他点了一个宽粉 虽然宽粉跟硅压鸟 这个可能都还是有点差别了 但是他在吃那个宽粉的时候 还是会有点怕怕的 对 所以等于说 现在就怕大家碰到这个食材 就是都还是会有点人心惶惶 为什么 最主要是因为 虽然我们目前为止 这个看起来 卫补部还是界定说 保龄是单一个案 可是问题是说 你这个元凶 虽然大家已经找到了 是米酵菌酸 但是重点来了 就是说薛瑞人 他也报告了 就是说目前米酵菌酸 在现在所有的 这个医疗的这个文献上面 你就来自三个国家 印尼非洲的莫三比克跟中国 那甚至今天薛瑞人也讲说 这些毒素 如果要飘洋过海来的话 他认为也不太可能 好 那如果说 你知道是米酵菌酸 但是来源是怎么来的 对 那这个现在目前为止是 一切都不知道 为什么会只出现在保龄 对 所以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 好 那问题是说 这个在追查的过程当中 现在看起来一点 有点可 可能有点难厘清 为什么 第一个 因为当天的厨余 已经全部都清掉了 对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卫福部也坦诚说 他们去当天 这个扣押的这个食材 就是已经没有中毒的 这个龟亚雕了 因为龟亚雕是20 等于说是23号进货的 那等于说台北市的卫生局 是24号去积查 那23号的这些 这些食材都已经在当天 就已经把它处理掉 都已经就用完 都煮掉了 都煮掉了 就是被客人吃到肚子里了 对 都煮掉了 那所以等于说24号 24号去积查的时候呢 就都已经是进了新货了 等于说吃下肚子里的 这一批 都撞到没有了 那等于说他们从现场 扣回来的这些 35项的食材 包括什么豆芽菜啦 高丽菜 小艺人的大黄瓜这些的 目前看起来通通都没有啊 都没有米酵菌酸啊 那还有这些酱料 酱料看起来目前都没有 那所以这个食材 看起来这个说米酵菌酸 还是在这个龟亚雕 龟亚雕也都没有 也都没有当天的食材了 所以你要看起来 怎么追查下去 对 所以等于说现在在这边 目前为止看起来是卡关啊 有可能会查不到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问题 对 所以等于说现在 就是如果你一直追查 不来源头的话 又把它界定为保龄单一个案 然后你又跟我们讲说 这些毒素漂亮过海 不可能 那所以你说这个要让国人 这个心能不能放下 我觉得还是打一个问号 对 好那但是重点 还是有两个重点 现在看起来就是说 这个家属 除了就是当然等待 这个要恢复之外了 还有理赔的问题嘛 那今天大家重点是 把它放在理赔的问题 那现在已经确实了 这个保龄茶室呢 它这个A13 A13它是两个保单 从去年10月就过期了嘛 就预期目前五个月 非常可恶 因为它不续 它没有再续保嘛 那现在还赫然发现说 除了A13没有续保之外 它另外的三家分店 是因为欠缴保费 所以也就 这个保单也都失效了 所以等于说 它四家的保龄茶室 完全都没有保险 所以你那个意外责任险没有 你这个食品险 什么公共责任险 它通通都没有 那现在好在 好在法务局 这个台北市房务局 有进一步查到说 因为现在看起来是 大元摆 大时代 变成说保单可以来支付 那至少这边还有上亿元 上亿元的这个 它还是可以求偿的部分 所以就是说 那现在看起来 那问题是这个对待 因为它还好 它是在这个美食街 你还有这大元摆 大时代 你还可以这个代偿 那如果说 你是只是在这个保龄茶室 用餐的人 那肯定是要不到赔偿 对 那万一这个业者又脱产了 那大家不是求诉无门吗 这是一个保单的问题 那最后我要讲 现在看起来就是说 你现在大家还除了在追之外 还有就是我们的通报机制 还有我们的稽查制度 是不是都出了问题 那看起来讲 你这个也是在事发之后 你开始要大规模稽查 可是你稽查的这个标准 到底在哪里 还有通报 现在就最新的在质疑他的通报 因为是三月十九号的时候呢 就开始有陆陆续续 有这个患者吃了之后 就呕吐啊 这些恶心的现象 他三月十九号有四位 二十一号有六位 二十二号有七位 一直到二十三号有六位 二十四号有五位 陆陆续续每天都有个位数 就是至少有五到六位的民众 吃了都有这个呕吐 这个的现象 那我就问嘛 你从十九号到二十四号 陆陆续续送医的 那是 那这些医院为什么没有通报呢 没有通报到台北市政府呢 还是说医院有通报到台北市政府 你台北市政府没有公布呢 对 所以如果说你从三月十九号 有四位 你就开始通报 的话 那是不是就可以减少一些 这个损害的方法 也可以及早反应嘛 所以我们就要问嘛 你是医院没通报 还是医院通报了给北市府 然后你北市府 或是新北市了 双北市政府你 你没有作为 对 所以等于说目前为止 那台北市政府 现在是说 因为现在有六十 卫生局只有六十几位 这个稽查人员 那你要推在人力不足的部分 那可是你不能老是这样 出了问题说 我们这个也人力不足 那也人力不足啊 那人力不足的部分 那就像比如说 又回到凯开案 你社工人力不足 然后呢 你是要怪社工 还是要怎么样呢 台北市 你还要在怪自己的资源不足吗 对啊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你不能讲说 因为我们稽查 是因为我们六十几位 同仁人力不足 那你还是要有一些 稽查的这个SOP 或者是说 你这些通报的机制 我觉得台北市政府 还是没有讲清楚 是的确 因为保龄餐厅 出现这样的状况 那民众当然会担心 是真的只出现在保龄吗 还是未来可能 相关的这些食品 也可能会出问题吗 这个大家 希望能够得到这个答案 只说在第一时间 是不是忽略掉了呢 因为台北市卫生局 的确是第一线 但是在第一线的 这个处理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疏漏之处 那我们也看到 因为台北市呢 这两天又出现了 食物中毒案 因为有这个连锁的寿司店 但是今天的讯息 看起来台北市的卫生局 在第一时间 去这个机查的时候 又说现场的食材 没有了 所以又没有扣检体了 所以舒培你了解 因为包括蒋万 在今天下午又开机制会 前两天也都在开 他也在说3月24号 当时已经没有食鱼了 所以无法扣查 所以当天针对环境跟食物样本 进行采集嘛 那我就很好奇 为什么同样的状况 保龄跟今天的连锁寿司店 都是现场已经查不到食材了 所以就没有办法再往下了吗 到底哪个环节出问题呢 这是整个台北市 在面对食安的问题的时候 一个最大问 这个SOP上面的缺陷 因为我之前也有一个选民服务案 这个民众也跟我通知说 这个台北市要求他们这个停业一天 因为他们这个通报的 这个食安的案例超过六例 所以就被要求停业一天 可是他说议员 如果真的有把我食材带回去检验 说我餐厅里面有食材 让大家吃的不舒服 拿回去检验 或者是把所有什么什么身材器 去带回去做检查的话 我也心服口服 你知道他跟我说 他这个卫生局去检查之后 给他开的这个基塔表上面 要改善的东西 居然只有两项 一个是这个冷冻裤上面的水质 要擦干净 第二个是冷气出风口 灰尘脏脏的 要擦干净 就这两项 然后就给他停业一天 那这个跟吃进肚脊的食材 有一段距离嘛 是 所以我后来我进一步的去问他们说 那你们这么严重 你们到底是怎么样 你们停业 你们这个整个食材的通报的SOP 他是什么 他说议员 卫生局跟我说 议员 就是有六例通报 同一个时间 有六例通报 在同一天去用餐 这些人都有食物中毒的反应 所以我们就会全面去检查 检查完之后 因为他有六例以上 我要求他停业 这是SOP哦 六是数字哦 不是因为真的检查出来 他有什么问题哦 所以我去检查的时候 因为这个跟我通报当天的这些食材 已经都用完完毕了 所以我没有办法把食材带回去了 所以我只好形式上面的 要求他改善什么冰箱上面的水质 冷气出风口的灰尘 就是这样 那些都是次要的 重点是关键是食材本身 没错 你不觉得跟这一次3月24号 卫生局第一时间去保龄餐厅的反应 完全一模一样吗 同样状况 卫生局到现在在3月24号 在新闻稿上面都写什么 他们去到保龄茶室之后去检查 要求改善的东西 就是食物夹放在流理台没有放好 盘子上面有蟑螂的排泄物 然后员工的检检资料没有提供 这些都是很形式上面的东西 并不是跟食安有真正有什么样的关系 你第一时间居然没有把食材带回去 扣回去检验 我觉得这就让人家很难接受嘛 你就算是说你那一天的食材 民众吃的那一天的食材 你没有留着 可是有可能是整个处理的SOP 或者是说还没有用完的食材 也还在留在冷冻库啊 你应该都要扣走啊 你才能够去检验出来嘛 结果没有啊 所以卫生局 我认为这是他们整个SOP 处理出现问题 对 最重要的食材都没有扣下来 对于重要的食安案件的时候 他们不是真正的 有把食材扣回去检验 而是我就去那边 怕你 怕你怕就好了 可是问题是今天 你知道保龄茶室这个案子 其实是非常严重的 3月24号 新北市的医院通知新北市 说民众就疫有食安中毒 其中有一个人到院前死亡 已经有一个人到院前死亡了 那你卫生局去保龄茶室 去做检验的时候 你居然还是做这些形式上的检验 你居然没有把食品 食材扣走拿回去做检验 所以你看今天这个王必胜 王市长怎么说 他说啊 现在所扣完的食品都没有问题 都没有检测到有米酵菌酸 可能有问题的是23日以前的那一批货 所以你24号如果去 可能当时的食材 有可能还有23号以前的 还没用完的你有可能扣走 可是你等到26号去扣的时候 全部都吃到肚子里面去了 全部都没有啦 所以你现在才要去回过头来 然后这个记者会 这个蒋万安 蒋万安市长开记者会 还说要什么针对料理包啦 针对食材啦 甚至昨天还说什么 其中有一个料理的 这个料理包的原料 是来自这个海外 是说是国外进口的 越说越烦掉 然后还说要叫中央协助调查 我觉得这都在甩锅嘛 人家在问你的是你第一时间 为什么没有把食材扣住 然后没有好好去做检查 你应该要去把这整个 SOP重新做检验 第一个要跟大家报告嘛 那这代表之前的卫生局的 鸡查就是流鱼形式 当然就是流鱼形式 包含我自己处理的服务案 包含保鱼查室 全部都是流鱼形式 就是形式上的检查 并没有针对 针对食安的问题去做检测嘛 那我要讲的是说 在事发之后 蒋万安就整个还是状况外嘛 第一个甩锅嘛 对不对 第一时间跑去这个 这个行政院 然后去那边要求说 中央要协助 然后中央要协助什么 中央要协助调查 这个食品安全 要去检验 可是二十六号 你知道卫福部就已经把所有剩余的食材 把他全部带回去卫福部去做检验 没有留在卫生局哦 对不对 那卫福部已经在做的事情 你为什么还到行政院会去那边要求行政院协助 人家已经在做的事情 多此一举 对嘛 第二个事情是说 如果中央现在都已经在做了 你就不要再多此一举 包含去查这些什么食品的流相 料理包 这都已经很奇怪了嘛 因为他所有东西全部都已经扣走 你再去追那些下游的东西都已经没有意义了 对 餐厅里面厨房的所有东西我都掉回来了 你再去查那些流相 就只是你知道我觉得他们现在做的事情只是告诉说 我检验也很忙 可是在忙什么 就是瞎忙嘛 瞎忙 瞎忙嘛 没有忙到重点嘛 是然后你还要把责任怪给中央说 其中有一个原料来自国外 请这个卫福部要针对于海关的部分要管理好 我觉得这都是 我觉得这都已经模糊的焦点了 你确现在台北市卫生局到底在查些什么 最关键的食材你没有去查 结果反而都在查一些周边的东西 那也包括之前这个包括柯市府 以及蒋市府到底在保林的这个部分做了哪些 因为有这个绿营的议员就说 你柯文哲的任内那时候已经有民众检举 透过199去反映说保林查是环境脏乱 然后柯市府在那个时候有去稽查 然后那时候是列为合格 然后到了这个蒋万上任之后 焦点是放在整个的保林的餐饮店 也就是其他的分店包括饶和店 今年三月是检测合格 然后台北车站店是去年三月检测 当然这当中有一些不合格要求改善 那后来有合格 所以亲往你的观察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台北市卫生局 有针对重点在稽查吗 还是流于形势 最关键的那些可能造成 我们民众会食物重点 食材反而都没有查到 重量流于形势这四个字 说实话我不认同 为什么不认同 因为我认为它的状况叫做荒腔走板 它连流于形势都没做到 流于形势是说 我把表面上该做的事情一一都做到了 但是没办法 关键的部分我就是没能力处理 所以没能力处理才会造成这个结果 那个叫流于形势 该做的事情有按照SOP1234做 但是现在很明显的 是连很多SOP该做的东西也没有做到 所以你觉得更严重 是 所以这叫荒腔走板 为什么叫荒腔走板 首先第一个 我们分三个部分来看 第一个 你可以先看蒋市府的处理方式 我觉得不可思议 在这个时间点 你身为台北市的大家长 然后这个时间 蒋市府的处理方式 你当然台北市发生了失安 你一间要扛下来 然后把该做的 或许人力不足 但是你该补的要补到位 可是不是 这是我这两天看到最奇怪的状况 是为什么这个市长出来开记者会 说注意他怎么讲 很多事情需要中央来定义 来设定标准 这是我们台湾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案例 他指米酵菌酸 所以也是极为罕见的毒素 我们也都站在历史的起点 仲将 这个时间民众不是要听你讲说 我们站在历史的起点 什么历史的起点 民众也不是要听你讲说 这是我们台湾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案例 民众要听的是 请问台北市政府要怎么解决事情 但是他讲什么 他说很多事情要中央来定义 跟设定标准 我就问一件事情 刚刚苏培讲了这么久的 3月24号你把食材给扣下来 该扣下来这件事情 请问这需要中央设定标准吗 请问这需要中央来定义吗 如果连茶扣有疑问的食材 都需要中央来设定标准的话 哇 那大家要重新来设定 说文解释的 这个对食安的状况 大家要重新解释的 讲完那句话意思 就两手一摊 我无能为力 这就是一种推 为什么 除了这一推之外 他的第二推就是 刚刚前面在讲的 这个保龄茶室 你看这个被踢爆说 两年前环境张乱 他说柯文哲任内 稽查合格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显然就是说 你看这个柯文哲时代 那时候可能就出问题 只是柯文哲让他过而已 这个都是政治上的 推推推的动作 所以是推给柯文哲 是 要不就推给中央 要不就推给前朝 这都是推的动作 但都不是解决事情的动作 那为什么要讲 好 我们先就 先就蒋世甫 螺丝松了到底 松几颗 光是就保险 这颗螺丝 把它弹进去好了 你知道商业保险 这颗螺丝 是我觉得最离谱的 就这个店家 因投保而没有投保 他要投保 公共意外险 他必须要投保 产品责任险 好 来 各位这两个 为什么不一样 蒋世甫 光在这件事情上面 又告诉我们说 这个 发现保龄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残险 但是没关系 我们叫原摆出钱 我们叫大时代出钱 因为他们都保 公共意外险 但等等 你是不是有哪边 说漏掉了 当初这个业者 该保的险之一 不是只有公共意外险 还应该保 产品责任险 因为产品是谁的 产品是原摆的吗 产品是大时代的吗 产品是这一个 保龄餐厅的 所以产品责任险 是他保了才有效 所以保险 理事上在理赔的时候 不是只有公共意外险的 理赔金 是还有一条 产品责任险的理赔金 那你现在讲的部分 对不起 这业者产品责任险 到期了没有查到 他现在就是没有 产品责任险的状态 那我只问一件事 对于这些受害者来讲 现在是不是就只剩下 公共意外险这一条 本来可以拿到的产品责任险 是不是就没有了 然后这一则事情 有多荒唐呢 来观众 我们给大家看两个部分 第一个 蒋世甫一开始 在面对这个业者责任险 到期过期这件事情 不知道呢 这个事情 谁先踢爆的 你知道吗 是中央社先踢爆的 中央社的独家 中央社独家告诉你说 这个业者投保的国泰产 责任险已经过期了 这时间什么时候呢 各位 要求业者停业 是3月26号的时候 然后中央带着地方 然后去把食材扣下来 是3月26号的时候 所以这已经在事情 已经沿上到 已经有两个牺牲者的时候 这时间注意看日期 中央社在2024 3月27 晚上7点38分的时候 发了这一则出来 他去找业者查证 然后才发现说 已经在2023年10月到期 整个事情才沿上 沿上完之后呢 市府发现不对了 赶快去问这业者 发现哇 他真的没有 不但没有呢 还告诉大家说 他因为这个看起来 投资失败啦 所以保费没有缴啦 然后还有人帮 讲市府解释说 他不是没有投保 他只是漏脚保费而已啦 但不管哪一个结果 重点就是 这张险已经无效 他就不会理赔了嘛 那卫生局机查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要查这一项 好 中央你Q到第二点 第一点是我们刚刚讲 这则新闻竟然是由 记者的独家财揭露 第二个是 那我们就好奇一件事嘛 这个蒋世甫 3月24号的时候 遇到已经第一个 往生者出现的时候 大家已经在质疑说 你的动作会不会有点慢的时候 你没有查扣食材之外 但你当时不是有去机查吗 我中央当时 之前有去机查 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 3月24号的时候 他有去机查 好 那机查来 各位看 机查这份台北市卫生局 食品业卫生现场机查记录 他应该照表超客 你机查人员要拿着这张表到现场去 然后再对着保龄查室现场的人员 一项一项去查 包括查什么 软硬体的设备 包括查他的环境 包括他的人员 那个卫生管理 这些问完之后 中央有没有要问他保险有跟没有 有 有 红色圈起来的部分 观众朋友看红色圈起来的部分 这部分要问什么 产品责任险 有投保保险期间 什么时候你要写 没投保 是 这个部分是你应该现场 当天去到3月24号的时候 他业者就应该要回答你 你也要查回去的 那我就问一件事情了 请问在这一张表 如果他应该要记查保险的话 为什么讲市府在3月24号 到3月26号的不知道这个业者 他的保险已经过期 所以后来转了几个弯的解释 后来转了几个弯的解释 第一时间告诉我们说 因为去检查的时候 业者给他看过期的保险 那我们就很好奇 给他看过期的保险 你就当做有效吗 过期也看得出来吧 还是你现场去的人 没有把过期的保险 当做是有效的保险 就直接给他勾下去了 这是第一个质疑 第二个质疑是 后来传出来说 这个面对保险的部分 那个业者看起来是有投保 只是没有继续缴钱 然后这个解释理由更瞎 为什么 因为不管他是过期也好 或是没缴钱也好 这张保险就是失去了 理赔的能力 它就是无效嘛 所以你想想看 一个保险的问题 处理成这个样子 这就是我们讲 我请问这如果不叫螺丝松了 什么叫螺丝松了 你连保险的问题 没关系 舒培要补充 该查未查 这个事情我有问过卫生局 我问他说你们3月24号去查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查到他的那个产品保险的部分 他说有 我们也有看到 而且我们也发现说他就是没有缴费 没有缴费 那你在新闻稿上面有没有写 没有 没有 没写 你在新闻稿上面完全没有出现这件事情 所以3月24号 卫生局的同仁去查 按表朝课没有错 可是你已经发现了这一间业者 他就是有投保 没缴费 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拿来糊弄卫生局的 卫生局来检查的时候 他就拿这个表给你看说 我有 我有保 但不记得去缴费 但不记得去缴费 罚不罚 就不罚了 没有罚 这样就不用罚了 所以这讯息也没揭露 对啊 所以第一天3月24号的新闻稿 揭露的就是我刚刚讲的 他们去稽查要求改善的 就是刚刚那三点之外 连产品保险未续保这一件事情 都没有你3月24号就应该开罚的事情 你就没有处理 所以蒋万安如刚刚青鸿所说的 他就是罗斯吊满地 而且是不是形式上的检查 是 而且业者知不知道 业者知道 所以业者才会拿一个 有保没缴费的保单 给卫生局看嘛 因为他知道我这样就过关了嘛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刚刚你从树培讲 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嘛 第一个这个为什么台北市政府 好像是中央社独家发出来之后 才知道没有保险这件事情嘛 那第二个看起来根本就是 你本来就知道 但是你就是要呼弄告诉大家 他其实有保他只是没缴钱 但他其实真的中央是 他跟美保是一样的 那就连有保美保这件事都要拗 都要拗 所以中央你看上个礼拜 是不是我们就呼吁他说 你赶快去先去检查 你的各大百货公司 美食街有没有业者是阴保险 然后但是他没有投保的 或是过期的嘛 结果你看后来台北市政府 是不是等于承认 承认我们讲的有道理 承认这件事情有问题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 自己发出来的查核重点 其中之一 三个重点而已哦 其中一个叫做产品责任险 是否有效 所以你看这件事夸不夸张 这件事奉不奉刺 这件事显然连台北市政府 自己都知道有问题嘛 因为你该投保 然后该有效没有效嘛 然后我们再告诉大家 这里面呢 最大的问题在于说 到目前为止 所有全国民众为什么到现在还困在这里面 就是因为 现在看起来查出来的食材的部分 在哪里有米较迅酸这件事情 你发现食材印章出来都是阴性啊 都没有啊 为什么会这样子 很简单嘛 三月二十四号的时候 各位 为什么这么多奇怪的 政治上的推推推的动作 三月二十四号的时候 你应该要去扣食材 你没有扣嘛 你等到三月二十六号之后才去扣嘛 然后这件事情 我跟你讲 这件事情最可笑的地方在这里 这个是台北市政府自己的新闻稿 这不是其他人发的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自己的新闻稿 你看这一句话 他说 本府台北市政府食安官 在113年三月二十六号的时候 会同食药署 疾管署的专家一起去调查 抽验高丽菜 豆芽菜 果条 红洗菇 香兰叶跟酱油等全素食材 然后由食药署带回 然后调查检验 各位 这件事情 三月二十四号该不该做 可不可以做 就该做了嘛 第一时间 等到三月二十六号的时候才做 好了 台北市政府自己还发新闻稿 说这件事情 我们是等中央来陪我们一起做 这种事情 台北市政府需要等中央来陪你一起做 天哪 观众朋友 你觉得以台北市政府的人力跟体制 还有它有的检验能量 扣这些食材拿去做检验 需要等中央来 你不觉得很夸张吗 这很奇怪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 你看这整个过程 台北市政府的螺丝松到说 连业者在有营业状态 没营业状态 他都无法判断 连业者有几家店 他连上他官网看一下 他都不愿意 所以整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 台北市政府在里面的 荒腔走板的状况 最后我要讲一件事情 台北市政府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显然有人跟外界说 说我们的稽查人力不足 稽查人力不足是跟市民讲的事情吗 稽查人力不足是卫生局的主管 要去报告市长 市长要解决的事情 人力不足是民众在看 民众要听的不是 你在跟他讲人力足不足 民众要问的是 你怎么解决这个事的问题 下次不要再发生 最后就只问一件事情 请问如果下次再发生 类似的状况 跟有没有米胶菌酸无关 在发生下次食安事件的时候 台北市的卫生局 如果去稽查的时候 请问你要不要扣相关的食材 对 发生这次事情 3月24号没有扣的时候 现在民众看到 就自然问你一句 那下次呢 下次要扣吗 还是下次你又要告诉民众说 对不起我们人力不足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扣 对 我们从头到尾都不是在怪 这个一线的这些执行的同仁 我们在讲的是 现在都是市长的政治责任 因为你是民选出来的 所以这些事情 是市长要回答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 都不能够用政治上的 推推推来解决问题 对 不过下次会不会又发生 同样的状况乃宇将军 我们可以看到 台北市卫生局 是不是选择性的揭露讯息呢 那现在相关的食材都已经 没有办法查不到啦 有没有可能就会造成 那所谓的断点查不下去了 断点查不下去 台北市政府就要负全责 我讲 那这个事情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应该知道 他自己的利害关系了 刚才很多人讲 说放心放心 这个保额还有上益 所以说绝对赔得到 那个上益 不是用来赔食品安全的 也不是用来赔产品责任的 那个是公共意外责任险 公共意外责任险都非常高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他是要保整栋大楼 我在楼梯间 在电梯 在洗手间 或洗手台摔断了手 或者烫伤了手 会赔 这个会赔 这个的保额都非常高 那食品安全险 食品安全险 请问我是房东 我租房子给二房东 二房东在租房子 给这个保龄茶室来开营业 来开这个餐饮店 最后餐饮店吃的东西中毒了 我负责租房子的要赔钱 大家有听过这种事吗 所以你说这些食物中毒的 可能会赔不到吗 就算赔得到 额度极低 因为据我所知 他们所投保的国泰 跟新安东产险 新安东京产险 他们都有保附加险 就是我保这个 公共区域的这个安全意外险 我另外附加了一小部分的 这个所谓的商品责任险 一小部分 那你想想看 他一个远东的美食街 有多少间的美食的这个摊位 那你想想看 一个摊位能分多少 他是分摊的 他那叫附加险 附加险不是主约 所以理赔并不多 理赔并不多 所以我才说 那理赔不多怎么办 市民应受而未完成的责任 这个险是谁要付 夜管机关 你应该要去督导 他完成产品责任险 而没有督导他 你继续让他的 营业许可证生效 那是不是代乎 那代乎你的责任谁付 当然是国家赔偿 国家是谁 从中央政府 蒋万安政府 到稽查员 到当事人 每个人都有 都有百分比 国赔是每个人都要赔 每一个经手的 你失职的都要赔 另外我再讲到一件事 大家可能觉得 反正过期而已 蒋师傅就讲 反正他不是没有保 只是过期 产物保险跟人寿保险 完全不一样 人寿保险有第一次吹缴 第二次亏缴 他有宽限期 就是我续约的时候 我没有缴钱 人寿保险会吹缴 在吹缴期间都有效 在吹缴前都有效 他到第三次吹缴 你不缴 他告诉你失效 才失效 可是产物保险不一样 产物保险是 你的保费到期前三个月 他就通知你缴钱了 到了你保险证到期的那一天 你不缴 同时失效 所以说 所以过期未缴 你就没有保额了 过期没缴 就是没保 没保障了 就是没保 因为产物保险 是一年一约的 它是一年一约 它不跟人寿保险一样 它还有吹缴 二次吹缴 三次吹缴 它有宽限期 参线没有 所以说蒋湾师傅 他当然知道这是大事 他当然知道这是大事 那如果政论节目不讨论 反正绝大多数的 老百姓不懂保险 他怎么会懂 没事才会懂 这市府会负责 这一定有负责 这么大公司 怎么可能没有保险 对 就没有 就没有 那这个没有是谁造成的 你说鸡茶人力不够 我承认 鸡茶的方式有三种 第一种叫做普茶 那的人力不够 我这么多店 我当然不够 还有第二种 叫做按月按季按周 抽茶 我这个卖场我抽三间 如果这三间 都没有保险 食品状况都不差 都不好 卫生也很差 产品也不合格 那我就对这个卖场 全面普选 全面普查 那保龄这家都被人家检举过 照理说应该要重点计划 那就是第三种 叫做检举后 严格查查 对 人家都检举了 然后你还是 冰箱上有水质 菜刀没有放好 这个冰柜不够冷 你就是代呼 查那个知为末节 这就是严重的代呼 那这个代呼呢 是不是蒋万安市府 一年养成 我认为不是 这是从柯文哲开始 一路降下来的 长期以来的 重点嘛 不是重点嘛 这没什么 还是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所以这段时间 大家发现一件事 好像食物中毒的人变多了 不是变多了 是之前绝大多数的人 吃坏肚子回去 那就吃不好 就认了 现在大家就 我是不是食物中毒 一去医院 所以爆出这么多来 那以前不是没有 是大家福大命大 吃了这个泄两次 就没事了 那有些人 还好啦 泄一泄就没事了 这都是食物中毒 所以因为保龄的这个案子 让大家重视了 惊觉 惊觉了 我这好像也食物中毒 我昨天拉了三次 我前天泄了五次 发现这都是 所以说这已经不是一个单一个案 大家必须要重视这个状况 所以我才说 现在各县市政府 我相信都拉紧神经了 包含了保存的方式 储存的方式 还有保险的有效期限 大家都在追 那我觉得 不要把这个当成一个负面新闻 因为重视才会安全 否则大家积非成事 就造成大家的食品安全 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所以我觉得蒋万事府 既然遇到了 你就去改嘛 不要讲那么多理由 其实全台湾都要重视了 只是因为现在主要的是台北市出状况 所以台北市卫生局更是要上紧螺丝 现在我相信各县市都在追 我们今天议会 几乎都在谈这个事情 都在谈这个食安的问题 为什么 别人家失火了 我家的灭火器有没有失效 赶快追 羊跑了对不对 赶快看看我们家的羊圈 有没有漏洞 这本来就是正面的想法 所以大家不要把它当成什么政治恶斗 因为食安没有分政党设断 对食安也没有分蓝绿 这个大家吃进肚子里 如果有状况的话 真的都要特别小心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主题施者 各地的县市卫生局 特别是台北市的卫生局 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疏失 有疏漏呢 金平怎么样看 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出 最重要的一些 比如包括食材等等 为什么台北市的卫生局都没有查到 甚至连保险可以攸关 这些民众的重要的权益 反而没有查到 一开始我跟你讲 连这件事情 连医生都搞不清楚 都还不知道说 这个是因为米酵菌酸的确很罕见 这次是全台湾第一次碰到这种状况 医生有 我看到那个报纸还有写说 医生甚至有医院的医生 一直到患者死亡了 才觉得这个食安 这个食品安全卫生的 这个食安中毒 怎么会那么特别 然后才正式通报 所以你要说3月19号 就有人这个 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病例 我们一开始所收到的这个 收到的讯息 新北市有通报 台北市也通报了这个卫福部 那卫福部 包括这个薛瑞远跟王碧胜 从上礼拜到今天 一直都讲说 这次都是万召SOP 没有说什么慢N拍慢几拍 都没有 王碧胜跟这个薛瑞远 虽然王碧胜前后有一些改口 但至少你看薛瑞远 他跟这个蒋万安 跟台北市政府 他也帮他们缓夹 所以我觉得不必像有些人 就会去在里面去找这个鸡蛋 你去挑骨头说中央还是怎么样 地方还是怎么样 中央跟地方 这次是要携手去面对 因为在食品安全的卫生 这个重要的前提下 已经有人死亡 而且还有四五个这个案例 都不乐观 甚至有两个可能要换肝 那这种情形 没有人敢轻忽 所以你说通报怎么样 到底是医院那个环节呢 还是市府的环节呢 还是哪一个这个环节出状况怎么样 我相信他们现在 一定是从头到尾去检讨 他那个机制 那现在呢 因为不断的去 你要去查食材 就像如同我刚讲的 前面的食材发现 都是阴性反应 没有阳性的这个问题 现在他们会扩大 再找其他的这个食材 然后陆陆续续有传出来 不只是细腻店那家 饶河店也有 吃其他的这个食品也有 那这些米肖菌专 甚至有这个医学的这个专家 这个医卫的专家 甚至在怀疑说 是真的这样一个 因为现在大家 人人谈米色变 我们先呼吁大家 这跟台湾 这个台湾的米制品 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有些学者 甚至怀疑说 是不是进口的这个淀粉 进口的淀粉 有学者有提出 这样一个质疑 甚至有人说 是不是酱料 酱料要查 因为说酱料也是苦的啊 所以这些 包括王碧胜市长 还有薛瑞元部长 大家都说不能排除 所以在原因还没有找出来 目前只知道说 元凶是米酵菌酸 因为那个是阳性 但是从其他食材 没有办法得到相连的这个答案 到底祸首出在哪里 大家都不敢大意 所以我觉得说 从3月19号 24号 25号到26号 到今天已经4月1号了 当然他是市长 他当然要负他的政治责任 但是我相信 他现在在指挥的 这些状况啊 包括他现在 这几天下来 每次去查查实案 然后这个基层人员 我也不是说 基层的能力足不足 基层能力足不足 不能当做 他的一个这个借口 但是起码 他在这个程序上 现在中央也好 因为他也跑去行政院会 有求助嘛 中央跟地方 和新北跟台北 还有卫福部 我觉得现在像是配合起来 算是还 我觉得蛮道理的 朱柏真的吗 问题是 蒋万安 现在身为市长 他在后续的处理上 会不会让人家觉得 他有一点甩锅嘛 第一个嘛 你刚刚讲的 3月26号 中央跟地方 一起再去基查 把食品 所有的食品 全部带回去 中央去检验的 对不对 那你蒋万安 在去行政院会的时候 去请托帮忙什么 要求中央帮忙检验 意思是什么 中央没有在检验 你3月27号去的时候 3月26号 我也不不已经在做的事情 那你3月27号 去行政院会的时候 去要求说 中央拜托 你要帮我检验食品 是什么意思 是说3月27号 之前没有检验吗 不是啊 3月26号就已经做了嘛 卸责动作太明显 是嘛 然后第二个是说 你知道连记者都觉得很纳闷 3月27号那一天啊 蒋万安要去之前受访一次 去完行政院会 接下来再接受记者访问一次 人家就觉得你就是去作秀嘛 不然你受访一次就好啦 你如果真的有需要协助 是去跟中央沟通 去寻求中央帮忙的话 那你就一次就好了 你去 进去也要受访一次 出来也要受访一次 连记者都觉得你这样的动作 就是在政治操作嘛 再来你刚刚讲的这个什么 什么酱油啊 这些调味料啊 检验 一样都是中央现在在做的 你又要把责任 这个中央说什么中央要去溯源啊 什么事情 溯源是你在做的 食品带回去检验 中央现在就已经在处理了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台北市的资源真的不足道 没办法做都要给中央做吗 台北市现在食品检验 似乎都没有在进行 因为所有的食材 已经都被中央带走了 你现在就在溯源 然后每天忙着开记者会 宣布了这些资料 让所有的民众混淆視听啊 因为你讲的好像台北市 好像资源不足啦 人力不足啊 都要仰赖中央协助 然后重点是 王毕生开记者会 讲过一次的话 然后台北市再开记者会 再讲一次 那到底有什么必要 你现在台北市 应该要亡羊补聊吧 我刚刚看到这个 这个寿司店的这个 这个食安事件 台北市的卫生局 再去抽检的时候 一样犯一样的错误嘛 一样做这个环境上面的检查 看你的这个手帕 卫生纸有没有带啊 一样食材完全没有带回去 一样也没扣 对啊 到现在耶 到现在发生 今天发生 这个寿司店 有被食物中毒的通报 卫生局去检查之后 一样是做环境的检查 那可想是不是又不了了之了 是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我要讲的是说 中央跟地方 现在应该在分择 你地方既然检验食品 能量不足 那中央在做 地方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补漏洞嘛 你应该把这些漏洞 补足刚刚讲的 保险的部分 全部去检查一次 SOP 到底食物中毒的SOP 要不要把食材先扣回去嘛 你连这些东西 都不亡羊补牢 只是在那边跟中央 杠来杠去 或者是在那边抢先 就 这个王必胜讲过的事情 你再讲一次 我觉得对事情 厘清完全好 这次他没有杠中央 因为那个SOP 你包括这次的出了寿司店 他也是跟上次讲 就像王必胜 还有那个税略人 是也有讲 税略人都想说 SOP上面没有错 如果你说这个寿司店 跟上一次保陵查试 他的这个 为什么都第一时间 没有带食材 那你整个SOP 要重新检讨 全部到底是怎么 因为我的了解是 包括台北 新北 桃源都一样 大家在出了什么事情 因为当时像 米酵菌酸 是在25号 26号 大家才 还有包括有死亡病例 大家才惊觉说 会不会是这个东西 一开始你知道食物中毒 你根本不知道是哪一项食物 哪一个东西吃了什么 是什么菌 是什么样的状况 根本不知道 所以他们的SOP 不知道要扣什么食材吗 他们都不知道 那你说的环境怎么样 说要检查 那当然是一定要做的 中央地方都一样 各县市都是如此 所以我认为台北市 没有甩锅 如果照这样讲 是原来卫生局的 第一个动作去查 都不知道是哪个 缓解哪个食材 所以就不用扣吗 怎么看这样的情况 有一点是很不能苟同的 台北市是首都 首善之区 他不是其他县市 也不是偏乡 所以人手不够 一个堂堂一个首都 发生这样的一个食安问题 居然让人家感觉到 好像没有政府一样 到今天已经两个礼拜了 食物集体中毒 好感觉上跟过去 我们一般的认知不一样 一般发生食物集体中毒 很快就把东西扣住了 马上发现是大胆感境 还发现是什么东西 可是这次好像都 都已经没有一个完整的 怎么走这个程序都没有 现在我的感觉是 台北市卫生局 忙着在什么 处罚保龄 花钱 检查有没有 卫生安全什么 都已经亡羊 都已经两个礼拜了 结果好了 到现在为止 只知道源头是什么 什么病 什么毒菌 然后来源 没有一样食材 发现有 不知道哪个环节出问题 对 是什么发生的 到现在没没想到 好像在水里面 大家泡在那里 我奇怪 怎么会这样 我们不是那种 卫生落后的国家 我们先进国家 你现在感觉到不能让中央卫福部跟地方台北市政府各催各自的调 现在问题是名字 已经查出是什么毒 检验结果这些患者也有这个 但是怎么跑出来的 现在专家跟我们讲的是不一样 有的专家讲好像不是果条 因为他这个病菌的简称的名字叫椰毒菌 椰子的椰毒 毒素的毒 椰毒菌 他是可能是椰粉的椰子产品 进国的玉米产品里面去衍生出来的 玉米淀粉 那跟果条就没有关系 那为什么现在是讲果条呢 他里面有豆芽菜 有黑木耳 还有酱料 一大堆附属的食材 配料酱料 那是从哪里跑出来的 你今天如果是纯粹果条 然后说果条我们扣住了 下一波下一批的果条 我们不能再怎么样 现在不是 你从哪里冒出来都不知道 那好啦 过去食物集体中毒的时候 都会先把食材封在那里 查过在那里 我们不是看见经常卫生局派人来 稽查人员 穿着制服 然后把东西扣住 什么东西全部都扣住 现在没有食材了 好像出现调查断点 没有啦 完全都不知道 台湾很少发生这样的食安 很少过 我们多少次发生食物中毒 拜拜 还是这个分离 以前都查得出来 都查得出来 这次决定 什么大胆感觉 什么就是都查得出来 而且都可以去追到源头 只有这一次 我说奇怪 怎么会这样子呢 就是因为你开始动作慢 当17号开始已经开始入庆发生的时候 现在把它责任归受什么 因为没有发生过这种毒菌 所以医院也不清楚 也不知道 所以就没有 一直到24号才有动作 一直到27号才会去查保龄 那你这个太慢了 已经慢到这个样子了 你现在要去怪说哪一个食材是有问题的 到今天为止 我还敢讲 到所有 王毕正讲 果条根本才没有果条有问题 那你现在怎么去怪罪果条的叶子 还是果条这些食材呢 所以我说已经有一点方腔左板了 有一点说不照这个程序了 然后现在开始来追查保龄的这些营业 这些保险 我说这个也是在其后的 现在人民要听的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没这样处理大事了 这个只是一个考验 然后下一波会发生什么 还不清楚 台北市除了发生食物中毒案 还有呢 外界所关注的台志光碧案 那柯文哲说呢 就是财团勾结议会 说这个蓝绿都有份 结果被踢爆呢 任内他跟台志光 签了四十多项的紫约 还说呢 根本没有订三妹的费率 结果就被我们这个 淑培拿出公文来踢爆 那这个柯文哲他就有说了 他说他这个觉得很奇怪啊 我为什么每天要回应 这些相同问题 连续一个礼拜 他说现在有弊案出现的状况 就请江市府呢 把合约解除掉 做一遍给大家看看 你就会知道这过程当中呢 是会出现多少问题哦 清皇你的了解 现在柯文哲是打定哪 紧咬死咬着 蒋万安不放吗 把这一切的过错 通通推给蒋万安吗 我觉得对柯文哲来讲呢 本来就是声量的动物 所谓声量动物是 因为毕竟 这个在年后 整个主战场在哪里 在立法院嘛 所以对柯文哲来讲呢 有什么比这个东西更好的战场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声量战场啊 而且对他来说呢 在这件事情上面 对国民党来讲 确实当初在签这个约的时候 母约有没有问题 有嘛 大家就直接说 为什么你要签到25年嘛 而且你为什么要对台阶光这么好嘛 所以整个事情 确实在国民党的部分呢 对柯文哲来讲 找到一个跟国民党之间 跟蒋万安之间呢 可以聚焦的这个武器 那为什么这件事很重要 因为柯文哲是第一次 想要修理蒋万安吗 不是哦 你去注意哦 在选前 在这次总统大选里面 柯文哲有两三次 一样是抹上蒋万安 只是蒋万安当时用冷处理的方式呢 让声量没有办法聚集得起来 但现在不是不一样啦 现在已经选后啦 而且蒋万安的台阶光的事件呢 是扎扎实实的爆发出来 有台北市的国民党籍的议员 陈崇文被检掉收押的事情嘛 那既然是被收押 这就是标准的贪污的事件 那既然是贪污的事件 柯文哲把声量聚集到上面来 炮火大开 这个是很合理的事情嘛 但问题是在于说 对等等你要开炮是可以 你要先想清楚呢 什么是要想清楚 炮到底会打到蒋万安身上 还是你自己会弹走很大一块 各位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整个台志光跟郝龙斌之间的 台北市政府签约 是在2011年的时候 请问2014年谁当选台北市市长 一路做到2022年 那个人叫柯文哲嘛 所以整个台志光事件里面 柯文哲占的比重 各位台志光事件是这样 签完约之后呢 建置几条光线的网络 建置完之后呢 台北市政府呢 一个局处一个局处呢 开始按照不同的项目签约使用 所以呢 柯文哲过去2014到2022这段时间 签约使用的过程里面 柯文哲占大多数啊 那柯文哲占大多数的时候呢 这几天网友大家都注意到一件事情啊 叫做柯文哲定下了 台湾史上第一个电信的费率 是用几米等于一米乘以几倍 来做计算的 那这件事情呢 是网友之间发现之后 觉得这件事很夸张 柯文哲首创 你看这个是苏培 他所发在脸书上的资料嘛 苏培发出来告诉大家 柯文哲自己任内所签的内签里面 就定掉这个警察局的监视器的网路费率 一米七百六啊 你到三米就是两千两百八十块 有溢价再扣掉八十块 变成两千两百块啊 然后你再看看 这个柯文哲的发言人 陈志涵发在自己脸书上面的 他也一样啊 一米七百六十块 到了四米就变成多少呢 四米就直接把七百六乘以四 就变成是四米的价格嘛 所以几米乘以几是谁定的 是柯文哲定的嘛 那另外你看 这个台北市议员洪婉珍呢 他也用资料来告诉你嘛 柯文哲跟台北市 现在使用的费率 有没有决定性的关系 有啊 你看这个2016年10月4号的时候 这个费率委员会 签合准的时候 请问201610月是谁当市长 柯文哲啊 2019年契约变更 办理费率变更提报这个时间 这是谁 柯文哲当市长啊 2019年签准这个费率的时候 是谁 柯文哲当市长啊 所以这个图表时间点 洪婉正把它整理得很清楚啊 都是柯文哲嘛 所以柯文哲跟台北市的费率 有没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啊 但是我们要给大家看 两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 柯文哲的定法有多荒谬啊 4Mb等于1Mb乘以4 6Mb等于1Mb乘以6 有这样定网路费率的 这贵死了 来 人家有像你柯文哲 乘以2乘以3乘以4这样乘上去的吗 没有嘛 所以用民间去看 我们民间看到中华电信的费率 它的价格就不会是 这个300Mb等于100Mb乘以3的公式嘛 这就不合理嘛 而且民间的趋势是 随着时间越久 然后呢 我的网速 我的速度越快 网速越快 价格要便宜嘛 那请问一下 郝龙斌签约是2011年 柯文哲第一次的费率 2016年 第二次的费率呢 看到107年的时候 2018年 再来看到109年 请问当时距离 2011年已经多久了 距离2011年过去了 8年的时间 9年的时间 你的费率应该更便宜 你的速度要更快 中将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 105年106年还在讨论1Mb2M3Mb 到了109年 你讨论的还是1Mb2M3Mb有这种道理 5年6年的时间 民间的这个几Mb几Mb是已经到100Mb几Mb上去了 还有人经过5年过后 讨论的是1Mb2M3M 天啊 这个技术不知道活在什么时代 然后你再看 同样把六都拿来做比较 这个是第二大 第二大 我觉得不可思议的部分 你说看不到民间 我都看不到民间 政府就同一个标准 政府施政 政府一体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同一个标准 好了 民政府要跟民间走不一样 但等等 你再看看这个图 六都里面 原来台北市人所用的费率 是天龙国的费率 最贵 难怪台北市被叫做天龙国 苏培你们台北市政府 所使用的网络费率 真的是天龙费率 为什么这样说 你看上面怎么写的 新北市64K到5G都有 费率最高到2700 5G哦 1G是1024Mb 柯文哲现在谈了 这个监视器是3Mb 人家已经讲到用上千来算了 然后人家的费率最高是2700 那请问一下 这个我们讲说柯文哲的3Mb费率 是多少钱 2200 你3Mb2200 人家最大用到5G 1G是等于是1024Mb 这样的算下去才2700 请问一下台北市的费率单价 是不是太高了 而且高了几十倍 贵到爆 是 然后再看桃园 桃园最高是1024Mb就1G 然后最大金额是2602块 台北市最大多少 现在仅用3Mb 3Mb就2200 人家1024才2600 那为什么你这个3Mb而已就要2200 连桃园也是这样 你再看往南看 看台南市 台南市是60Mb 然后高雄市呢 你看450Mb 最大用到564 这上面的金额很明显 人家1Mb的单价都很便宜 为什么只有台北市1Mb的单价 保持在760块 这么明显超高的费率 天龙的费率 难道台北市议会 台北市政府自己看了 都不觉得跟其他五都比起来很奇怪吗 跟其他县市比台北市这个传输费率 真的是高到离谱 可是柯文哲怎么说 他说他当市长 关于要处理这个台资光合约 开了多少次会议 然后他就说很奇怪 明明是做错了一边 搞到最后还在检讨他 他觉得他内心最大的冲击 就是他那时候 这么大动作的这个开记者会 你们怎么都不怕 很奇怪已经完全到了 不怕偷吃也要插嘴 已经到了肆无忌忾的程度 说公文写得这么清楚 你们还是照干 这才是国家的问题 说每个社会都有黑暗面 然后当小偷了 还大摇大摆的在路上走 这实在是国家的悲哀 来苏培 这到底是谁的悲哀呢 台北市民最悲哀嘛 为什么要用那么高的 高昂的这个费率 然后只是要付三妹的费用 贺文哲讲这个小偷 还大摇大摆的走在路上 我觉得他就在讲他自己 他八年当了市长 费率谁定的 刚刚亲王讲的三妹 要用到这么贵2200的费率 是谁定的 就是你柯文哲定的啊 那其他县市都比较便宜 难道我们不晓得吗 也许我们母约 我告诉大家 这个都是因为 郝龙斌所签的那个母约 所定定的 就是说未来各个县市 要跟台志光租用 这个网路的时候的费率呢 一定要以那个机关 再跟台志光租用之前 不管你是跟中华电信 或者是其他单位租用的费率 打95折 可是现在可能都已经打对折了 可是我们还在用 打95折的的价钱 所以母约有问题 但是你纸约为什么要跟着定 纸约更有问题 你母约本来那个时候 在好农兵傻嘛 好农兵笨嘛 就不知道说十几年之后 整个网路的费率会越来越快 然后越来越便宜 他定的合约不好 你一个既恶如仇 很痛恨小偷 这大摇大摆的柯文哲 居然继续跟台志光 定这样子的 那个纸约还加码 是 所以人家才会觉得你很奇怪嘛 所以你现在骂别人 骂得很大声 不代表你自己没问题嘛 你骂得越大声 人家会觉得你越心虚嘛 为什么 因为这些纸约 全部都是你定定的嘛 我要告诉大家 为什么呢 是这样讲 刚刚亲王有讲 柯文哲一直在那边讲说 啊我怎么样 我很努力啦 我在卸任之前给台志光 只有4.6亿 蒋万安要给5.5亿 所以问题在这边 蒋万安为什么要给台志光 5.5亿 我4.6亿就行 为什么还要给5.5亿 我告诉你 重点就是在费率 4.6亿也不合理 是不是 也太贵 4.6亿也不合理 因为问题在费率嘛 那费率谁定的 柯文哲在109年7月2号的时候 他去签订了一个109年 包括110年光签网路费率 跟部分机关的专案价的核定 这里面就有谁 就台北市警察局 录影监视系统 3M的费率嘛 还有什么 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讲 6月12号 40分钟通过107个案子的 那个案的那个会议嘛 的会议 还有109年到110年公版的费率 这些全部都是柯文哲签的嘛 柯文哲签怎么样 签可啊 那里面的费率如何 我们来看嘛 他签可 他现在还可以 推卸责任到这种全度 签可 我把它放大一点给大家看哦 这是一层结询 一层结询 就是市长自己要签 市长柯文哲 109年7月9号 晚上的6点37分37秒 签可哦 可的内容是什么 给大家看 3M 有没有 CCTV警察局录影监视系统 3M 就是2200嘛 就是2200嘛 为什么你签那么高嘛 那你 这个陈志涵 居然还发文说 蒋万安市长大动作说要解约 但是106年没有定3M 106年当然没有定 因为那时候没有需求嘛 是109年的时候定的嘛 那你陈志涵在打人家什么脸 陈志涵偷错公文啊 他没有把这一份公文偷走嘛 因为3M 定的是在109年7月的时候 他钻签签可嘛 而这件事情更荒谬的是什么 柯文哲针对这部分好像都没有回应 完全没有 因为他们现在不敢回应 所有费率的任何的问题 他只说什么小偷怎么样 大摇大摆在路上走 他只能一直讲说自己当时签的时候签4.6亿 但他一直不敢回应 大家所问的问题说 为什么其他的县市 几居费率越来越便宜了 为什么台北市3M 到现在都还要2,200 1M从之前签 1M之前要760 到现在都还要760 他完全不敢回应 关键问题都不回应 而且我告诉你 这个公文里面更荒唐的是什么 这是CCTV 就是警察局用的专案价签 3M要2,220 但另外这个专签里面 有一个公版叫TGSN 3M 你知道多少钱吗 1761 也就是柯文哲所核准的公文里面 光3M的传输费率 有一个月2,220 跟一个月1761的差别 差20% 是柯文哲为什么不去问问台志光 为什么警察局不能适用 这个一个月1761的 为什么我要适用这个一个月2200 他完全没有讨论啊 而且你知道台北市警察局 是台志光大客户中的大客户 因为台志光上线之后 他最大的客户就是台北市政府 台水市政府里面各个机关的使用 警察局是量最多的 你知道对一个最大客户 你只会给他最便宜的价钱 你不可能给他收最贵 但警察局没有收到任何台志光的尊龙待遇 反而去被收最贵的钱 所以柯文哲现在还在敢讲说什么 你什么小偷大摇大摆 肆无忌惮 但我觉得柯文哲不要一直骂人 你先讲清楚到底是为什么 另外还有吗 这个事情 2016年联政委员会 在2016年1月18号 柯文哲召开的会议 就在讨论所谓的台志光光迁道府案 要立案调查要不要调查你知道吗 柯文哲这一天会议 原本是他自己主持的 会议主持人绝对知道 那一天要报告什么样案子 还要讨论什么样的案子 你知道吗 他居然要在讨论案之前 就先浪杠 制造一个自己的不在场证明 让这个案子是由副市长邓家基来决心 所以柯文哲发生什么事情 母约郝龙兵定 纸约是柯文哲定的 而且在定纸约之前 2016年本来联政委员会要求 要立案调查台志光 柯文哲说不用 不予立案调查 然后就浪杀了 跟他签了47项的纸约 然后让警察局签了这么高的费率 所以柯文哲 你到现在都不回答费率的问题 我认为你就是心虚嘛 而且陈崇文这一次的事情 事发什么 就是在讨论费率嘛 本来这个案子就这样要过嘛 可是因为警察局认为说 这个费率对我来讲不合理 因为公版价钱1761 为什么我要当潘纳被供2200 所以我要去跟你杀价 陈崇文认为说不可以杀 不可以杀 所以因为这件事情 陈崇文才出事嘛 所以我要问你 柯文哲 你在你的任内 陈崇文是不是也有去跟你讲过 费率的事情 你是不是支持了陈崇文 所以你从来不曾跟台志光杀过费率 所以到现在你完全不敢回应费率 柯文哲不要心虚 讲清楚为什么费率可杀 你没有杀 对因为陈崇文被抓了嘛 现在柯文哲是不是担心火会烧到自己身上呢 所以呢就不断的往外推 推给这个蒋万 还说这实在是国家悲哀 但是台北市府跟台北市民 是不是也非常的悲哀呢 为什么要付出这么高昂的传输费用呢 那现在我们看到民众党像是黄国昌 是不是也把小草当成摇钱草呢 来明宇你了解 因为黄国昌那天嘛很厉害 两个小时就募款 120万两个小时就达标啦 那这有让人家觉得很奇怪 民众党不是有领政党补助吗 而且已经都汇进去了 那为什么还要对外跟这些小草来募款呢 小草比较好割吧 而且事实上不只是黄国昌 现在黄珊珊啊 麦玉珍甚至张其楷都有样学样 就是也都是说要开始 我都要来跟小草募款 不过刚刚仲将讲的好 就是说事实上民众党 他不是没钱 现在网友就也是开始会在反弹 也会问了嘛 说你们政党补助款 不是也是一年 一年给你们1.5亿 每一年都有补助1.5亿 你柯文哲光是选总统的时候 也是拿了1.1亿啊 所以total柯文哲加民众党 也都是领了 光是今年就领了快2点 也领了2.6亿嘛 2.6亿的补助款啊 那你已经领了2.6亿 结果你还要去跟小草再来募款 小草通常都是这种年轻人啊 那就算出社会 其实也不一定会赚很多嘛 对 那你看你这样子 虽然黄国昌说募款也是500啊 200啊这样募 问题是有些人根本就没有上班 也是要跟父母要钱 要零用钱啊 结果你还把这个目标 我会觉得我不太懂黄国昌讲的 黄国昌讲说他脸皮很薄 然后不好意思跟企业募款 那你脸皮就厚到 可以跟这些年轻小孩来募款吗 这个我是不了解的地理 我真的不理解了 那回过头来 你就每次去问柯文哲这种问题啊 他的那种方式永远是问A答B 比如说你就问他说 那为什么你这个民众党的议员 要去跟这个台资光业者吃饭 他就跟你讲说 那我也跟蔡英文吃饭啊 不是你这什么类比啊 那今天就有记者问他说 那你这个为什么也要跟小草 把小草当作摇钱树 然后柯文哲他就讲说 哎呀这个每天七点半上班 希望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这个年轻人工作文化 这什么活 这都东拉西扯什么东西啊 对你就永远都问A答B 那他讲的七点半 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柯文哲最近又要募款了 所以呢他就做了一个这样子的T恤 T恤上面就大大的标 七点半 对七点半 这就是以前柯文哲他在台北市长的时候 他会标榜说自己七点半 就会准时到台北市 而且他会要来开晨会 所以他现在就是想要把他当作这个 一个一个标语 然后来做一个T恤来募款 我两个层面 第一个你知道说 这个T恤要卖多少钱吗 多少钱 这个T恤 而且他不能只单买这个T恤 他一定要再加一个咖啡包 这一组要1190块 将近这样一套要1200块 这些年轻人他到最后不是要跟父母伸手要钱吗 他们要零用钱 对 他们拿我就想说他们怎么会这么 就是哪来的这些钱啊 那再来第二个 我还是要讲说这个标准本身这个有问题的 因为他标榜说什么7点30分成会 那希望可以把他当作年轻人的一个工作文化 你看今天在TPT上面是整个全面的反弹 这个我先讲就是柯文哲在2014年的时候呢 他曾经有讲过他说要work smart not work hard 就是你要这个聪明的工作 而不是要work hard 那是为什么 那因为当年2014年的时候 他一上任他就发现说 哇整个北市府啊 你包括加班费 加班费哦 一年就高达5亿元 那如果再加上这种交通费的话 等于说台北市政府一年要付给公务员高达15亿 所以他2014年上任的时候 他就说他要开始来解决这个加班的问题 所以他那时候说要work smart 也不要work hard 他意思是说不要加班就对了 对 因为一年加班费公务员就5亿元 他就说什么你这个加班啊 你就不聪明工作啊 你导致要浪费水啊 浪费电啊 然后浪费一些什么加班费 因为公务员你申请加班 你一定要给人家加班费 那现在讲这不就自打脸了 对 你现在工作7点半 那我问你是可以下午3点半就下班的吗 这不可能嘛 那所以今天为什么PTT上面一大堆人在反弹 他就讲说那冠老板难怪你落选 那难道就说那你要像叫我7点半下班 那你要给我7点半上班 你要叫我几点半下班 那第二个那难怪老人困不去 那最重要还是说你到底要付给人家多少薪资 所以就是说你现在去提上什么7点半的文化 你真的就是自打脸 这个阿民玉所讲的 这加起来整套的要1200块 每天基本站7点半准时上班 希望变成青年的工作文化 余将军 所以我们看到柯文哲不断的自打脸 不断的被发现 他这样子小草们都不会觉得怪怪的吗 都一样还继续的信仰柯文哲吗 如果柯文哲这个7点半变成一种规定 那么台北市的塞车时间会提前到5点半 为什么 大多数都出去了 因为很多企业为了要疏解塞车的问题 他是弹性上班时间 分时段 有8点的 有9点的 有10点的 然后下班也是 分三班这样时间来下 他说全部都7点半来上班 我跟你讲 我们以前有种长官我们是最讨厌自己不休假 自己不休假 然后往那个位置一坐 我没走谁敢走 这变相的抠假 然后人家去告他 他就讲说没有啊 我没走 你没走是你家庭不温暖自己不回家 人家家庭温暖要回家 那另外一个长官就是我留下来你们都走 长官来试导嘛 对不对 总要有人留下来把副职干部 把扶老长全部都赶走 他留下来 这就有担当 柯文哲不是 柯文哲是留他自己下来没用 他啥事也不会 因为留他一个人下来 他7点半到了对不对 其他人都没到 他留在那边干什么 他无聊啊 所以把大家都揪来 你知道吗 以前台北市不是有一个夺命死亡扣的群组吗 狂扣啊 对不对 你以毒不回完蛋 你全部给我到一个群组里面 叮咚就要回 叮咚就要回 搞得人家精神紧张啊 都要看身心科了 所以柯文哲 你要把这种让全世界团队 为了你一个人的喜好而紧张 而紧张这种气氛 还做成衣服来卖 这是要让小草吓死吗 小草是不是在想说 好了一千两百块买断 别再烦我了 最后一次了 柯文哲是要这样吗 热情不是让你一次一次来消耗的 被黄国昌消耗一次 我讲直播 直播很少有直播主 直接跟你的粉丝要钱的 很少有 是你讲到人家心动 你讲的故事 人家觉得很好听 或者是你唱歌唱的很好听 人家直接抖内你 抖内叫打赏 抖内叫打赏 这个募款 我没听过 直接要钱 拜托拜托给我钱 我现在没有钱 不然我要被人家怎么样 这种直播主不是很丢人吗 怎么会跟你的粉丝要钱呢 然后要了钱之后 大家有样学样 原来募款可以这样募 脸皮薄 不敢面对支持者 跟他说我要募款 然后呢 透过镜头跟人家募款 这叫脸皮薄 这脸皮比较厚吧 你跟一个人募款 你跟一个人募款觉得很丢脸 你可以跟一万个人募款 有这种事吗 对不对 一个人交一百块 一万个人就一百二十万 有这种事吗 你知道吗 你认为说一个人五百块 八百块 一百块很少 你知道这些年轻人 说不定是他一餐的餐费 对 那是他一餐的餐费 他为了支持你 他内餐不吃饭 把这个钱省下来支持给你 然后你说 原来可以这样啊 那民众党每一个人 从立委到议员 每个人都这样做 你要把小草饿死 饿死就没了 你把他饿死了 就没有了 所以我才讲 这叫什么 燕苗助长 长太慢了 拔高一点 拔高一点 结果都哭死了 这就是柯文哲 你面对小草的方式吗 另外我再讲一个 柯文哲这个七点半的 这种文化 刚才民运讲到重点 因为留下来加班要给钱 提早来不用给 你知道吗 又在压榨人 对对对 留下来加班要给加班费 你有看过哪个公务机关 提早来有加班费吗 你自己要早来 你怕塞车啊 所以就早来啊 早来就刚好干活而已啊 对不对 我没有跟你收办公室的电费 跟水费 已经对你很优待了 所以柯文哲这个七点半 他不是为了什么工作效率 他是为了 不想付你加班费 你给我准时下班 可是你提早来 这还不是加班吗 变了很多的名目 最后还是要卡员工的油 还是要卡小草的油 小草你们该醒了吧 以前那个金牌龄啊 他也是这个上班时间之外啊 去帮忙他拍照 后来柯文哲就 有议员就咨询啊 在议会咨询柯文哲说 你这个超时工作啊 你知道柯文哲说什么 说多出来的那些时间是志工 哦是志工啊 所以小草们 七点半 叫志工 到那边去 是当志工 柯文哲真正上班的时间 是不跟你算钱的好不好 其他多做的时间 全部都是志工 这就是他的态度 立法院今天将要审查 由蓝白阵营所提出的 国会改革草案 那绿营方面呢 总召柯建平是说 如果蓝白用多数暴力 强行通过 一定也是要提示线 而且痛批这个 富宏企呢 强压整个党 往前冲去撞墙 那结果呢 就是集体毁灭了 他就说这是要当 毁陷乱政的兵马俑 那同时呢 今天媒体的头版头 也报道 国民党立委罗明才 竟然说要去邀约 保险公司的董事长 要吃饭 明宇这到底怎么回事 罗明才邀约 这个受险公司的老板 然后呢 因为他又是什么 财委会的 对不对 主管机关 对啊 那找这些大老板来吃饭 到底目的何在呢 套一句黄国昌的话 这太离谱 太离谱了 我先讲 就是说罗明才 这一会期是 这个财委会的赵伟 他竟然在3月21号 是先请保险局 保险局来代邀 6家的受险公司的老板 在3月26号 在立法院附近的餐厅吃饭 好 那问题是呢 现在听起来又更多了 就除了6家保险局之外 另外还有2家中小型企业